就剛剛講的它會被空氣淨化 因為它對呼吸道是有幫助的 那像有的時候我會把它盯在口罩 盯一盯 那你整個口罩很強 你不會覺得說弄在口罩 如果你講的話它會已經透透了這樣 我會盯在口罩多一點 那它真正的效用 因為它很好的呼吸它會比較輕 像有的時候 那個呼吸道會有 那它會比較有幫助 那它就是 果然就是說它可以殺菌啊去床 然後呢 那個如果像小朋友啊 有痘痘的話 它也可以用 因為剛剛講到它殺菌 那當然它殺菌啊殺病毒啊 尤加利都不錯 可是要先跟各位講 習慣病毒是不行的 習慣病毒還是要去找Ease 只是說它都有很多殺菌 或是渣 那對於心情來講啊 因為你好 你這樣聞到很新鮮的東西啊 你的心情會比較開神 我會覺得說 我好像這樣渣渣 那你如果有油加力 就像西方一樣 它有這個功用 這個是第一個油加力 好 第二個是茶樹 茶樹不是我們那個 什麼阿里山的茶 不是喔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說 這跟我們家的土地 怎麼不一樣 那是正常的 我們的茶樹是澳洲的茶樹 所以我特別啊 有把這個茶樹的這個 畫出來 它跟我們台灣人的 不一樣 它是來做金油的 不一樣的喔 等一下 不可以跟我說 怎麼跟你們家的 公地 或是跟你們家的烏龍茶 不一樣的 我哪就是 沒有 喔 啊 都不一樣 你好像在用金油嗎 還不知道 有在用這個油嗎 沒有 啊你們是早上用肥皂還是 我沒有 我用肥皂 好 抹了 哪個 好 擦 我也要 shorts 還會不跟剛剛那個尤夾利的功用都很像 只是他會比較 比較 對他會吃到功用 但是呢 但是那 很不喜歡的人 譬如說我平常就不喜歡蟑螂 其實聞這個還是會有一點蟑螂味道 有人有聞出來嗎 有一點點蟑螂味道 還是跟尤夾利有一點像 姊姊喜歡這個茶樹嗎 因為這個 剛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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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喔 不錯不錯 好 所以茶樹的話 剛剛有講過 這個是澳洲的茶樹 這不是什麼阿里山的茶葉 不一樣的 那澳洲的茶樹啊 他本來就是被用來做殺菌 他最重要的是殺菌 像 像剛剛我有講過嘛 就是 我以為我當初有香港膠 然後我就買了澳洲茶樹精油 然後呢 第一兩滴在泡腳水裡面 如果真的是有香港膠的很有效 那是我那時候就沒效 我就以為 我就以為我香港膠超級嚴重 結果我就用了更多藥 對啊 早知道我那時候應該就是趕快洗肥皂才對 總而言之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他是可以殺菌的 所以很多人他會用在什麼香港 那當然你泡澡的話 你也會覺得說 比較 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呢 澳洲茶樹啊 如果 有些人啊 如果去那個全聯啊 有空的時候去看 其實很多那個洗頭的 還是洗神父的裡面都有茶樹 你也會說什麼茶樹精油配方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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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如果他放在洗頭髮裡面啊 他會去頭皮穴 他會對頭皮比較好 因為他的清潔度也不錯 因為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其實啊 現在有很多人啊 他都想說 那個 都是要加什麼 論食精什麼 在裡面啊 可是其實 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洗乾淨 然後呢 茶樹精油它可以保護 你被洗乾淨的頭皮 因為你在頭皮 如果都沒有東西 有保護的時候 有保護的時候 也不好 所以他其實 一邊能幫你洗乾淨 它可以保護你的頭皮 好